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孩子在你面前大哭大闹 你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听话 有时你心情不好了 会对他们大吼大叫 然而,这不仅不能安抚孩子的情绪 还会破坏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么,有没有一种育儿方式 既能帮助父母疏导孩子的情绪 又能维护并融洽亲子关系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作者就教给你一种方法 叫做情感引导式教育 能够帮助你轻松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更好地引导孩子认识管理自己的情绪 本书作者金伯利·布雷恩 是美国儿童教育专家 儿童心理治疗师 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母亲 她将多年的儿童教育经验 和育儿实践结合起来 在全世界首次提出了情感引导式教育 让那些因为教育孩子而苦恼的家长们 看到了一丝曙光 那么,情感引导式教育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育儿方法呢? 它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给你讲解 第一,什么是情感引导式教育? 为什么要实施情感引导式教育? 第二,在孩子的不同年龄段 如何开展情感引导式教育? 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实施情感引导式教育? 在正式介绍情感引导式教育之前 我们先来反思一下 传统教育中存在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要么管太多 要么压根不管 我们把管太多的父母 叫做控制型父母 压根不管的呢 叫做放任型父母 先来说说控制型的父母 他们认为 孩子必须听父母的话 一切由父母说了算 他们既不给孩子表达想法的机会 也不考虑孩子的内心感受 只是粗暴地干预他们的行为 可是 孩子未必能真正理解父母的要求 自然也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 亲子关系逐渐陷入了犯错 惩罚 不明白为什么惩罚 再次犯错 再次惩罚的恶性循环中 而放任型父母 则完全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他们对孩子的行为感到无可奈何 干脆放弃对孩子的管教 结果就是 不管孩子想要什么 他们都会尽力去满足 不会对孩子的行为 做出任何约束 长此以往 在放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往往个性散漫 缺乏规则意识 育儿中的第二个误区 是家长忽视孩子的感受 我们先来讲一个例子 小雨不小心摔倒了 腿磕得很疼 便哇哇大哭起来 妈妈走过来对小雨说 男子汉要坚强 一点都不疼 快起来 没事的 小雨挣扎着站了起来 可是腿还是很疼 他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非要说不疼 生活中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做 父母的初衷是好的 是想让孩子学会坚强 可是他们却忽视了 孩子的真实感受 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困惑 是应该相信自己的感觉呢 还是相信妈妈的话呢 当孩子长期处于这种 不被重视 不被理解的状态 就有可能变得缺乏同情心 或者太过以自我为中心 无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误区三 太过重视外部激励 外部激励其实就是奖励 这是家长和老师们最喜欢的一种教育方式 比如幼儿园里经常会设立光荣榜 哪个孩子表现好 老师就在他的名字下面贴上一朵小红花 再比如父母和孩子约定 扫一次地奖励多少钱 擦一次窗户奖励多少钱等等 作者认为 奖励不应该成为教育的基本策略 常常用奖励换取孩子的合作 不是一个好的育儿方式 因为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按张办事 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 即使没有奖励 也应该好好完成任务 误区四 消极惩罚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讲这样一个例子 三岁的莉莉正在专心地玩着小火车 四岁的哥哥浩浩跑过来 一下子把小火车抢走了 莉莉委屈地大哭起来 妈妈听到了莉莉的哭声 便立即让浩浩把火车还给妹妹 浩浩却根本不听妈妈的话 拿着小火车跑开了 妈妈走过去抢下了小火车 并立声喝道 浩浩 你站在墙角五分钟不许动 下次再抢妹妹的玩具就罚站十分钟 浩浩的妈妈虽然快速地平息了这场玩具之争 却没有帮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罚站是一种消极的不讲逻辑的惩罚方式 浩浩浩可能会因为害怕罚站而不敢再去抢妹妹的玩具 但是罚站无法让他学会礼让 学会与人分享 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上就是父母们在教育孩子时常常陷入的四个误区 他们要么走向控制和放任的极端 要么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孩子 或者是采用奖励和惩罚的手段让孩子听话 这四个误区都只重视治疗孩子不听话的标 却没有解决孩子不听话的本 也就是没有找出孩子各种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心理 作者正是看到了传统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和误区 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方法 也就是情感引导式教育 所谓情感引导式教育 就是父母向孩子传授情感规则 帮助孩子认识情感和表达自我 并学会宝贵的社交技能 这个概念听起来比较抽象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小鹏生活在一个充满体谅和包容的家庭里 他的父母从小就对他进行情感引导式教育 所以只有四岁的小鹏已经具备了很好的社交能力 心智也比同龄人成熟得多 有一次小鹏的妈妈带着他到公园玩 小鹏和几个孩子在草坪上踢起了足球 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间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走进了他们的场地 有个小男孩正带着球跑 一不小心把小女孩撞倒了 小女孩吓坏了 倒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小女孩的妈妈闻声赶了过来 闯祸的小男孩一看大事不妙拔腿就跑 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他跑掉了 可是小鹏却留在了原地 小鹏走到小女孩妈妈面前对他说 阿姨对不起 我的朋友不该这么做 他应该注意点 小女孩的妈妈找到小鹏的妈妈感慨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能像小鹏这样替别人着想 他居然替其他的小朋友向我道歉 您的教育太成功了 情感引导式教育培养出的孩子特别能体会他人的感受 因为他们自己就生活在一个被包容和理解的环境中 父母常常向他们传授情感的规则 引导他们了解自己当前的情绪 慢慢地孩子不仅学会了认识表达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还学会了理解和包容他人的感受 情感引导式教育还能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 父母的鼓励让孩子敢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不是通过哭闹和发脾气的方式来表达 不仅如此 情感引导式教育还能帮助孩子摆脱消极情绪 情感引导能够让孩子学会忍耐 让他们知道快乐来之不易 同时也能提高孩子控制冲动的能力 防止他们在消极情绪的影响下失去理智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聊到了传统育儿方式中的四个误区 管太多或者压根不管 不顾孩子的感受 太过重视外部奖励和消极惩罚 但这些都无法帮助父母科学地管教孩子 情感引导式教育则倡导 父母们要通过观察找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 再加以巧妙的互动和引导 最终培养出能够体会他人感受 敢于表达自我 善于控制自我情绪的孩子 情感引导的关键在于父母与孩子的亲密程度 这是所有互动的前提 但是良好的亲子关系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作者将孩子的成长过程分为 婴儿期2到3岁4到7岁三个阶段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在孩子的不同年龄段 如何实施情感引导式教育 才能提升你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度呢 我们先来聊聊婴儿期 婴儿期是指孩子刚出生到2岁前的阶段 这一时期是情感引导的准备时期 这一阶段的关键就是让孩子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婴儿的大脑还在发育的过程中 因此外界环境对大脑的影响很大 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互动很少 或者根本没有互动的环境里 他们就很难学会与人交往的能力 相反呢 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环境里 他们就会形成有爱善良的性格 那么怎样才能为婴儿打造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呢 首先在孩子刚出生的几个月 父母要全身心地照顾宝宝 父母不要怕把宝宝宠坏了 因为6个月以下的婴儿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几乎完全依赖于父母 在这一阶段 孩子需要的不是玩具和动画片 而是父母的精心照料 比如父母可以给孩子做体感欲 身体的体感受的感 沐浴的欲 主要包括拥抱 摇晃 亲吻 唱歌 洗澡 哺乳 以及眼神交流等等 孩子会在这些和父母的互动中 观察父母的表情 模仿父母的动作 反馈父母的声音 此时的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有研究表明 经常被父母拥抱和爱抚的婴儿哭得更少 更有安全感 也更加独立 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睡一个好觉对孩子的发育至关重要 许多家长会因为孩子睡不好觉而发愁 作者认为 一个固定的睡前程序 可以对孩子产生舒缓的效果 帮助他们轻松入睡 比如 每天晚上先帮孩子洗干净手和脸 然后帮他换尿布换睡衣 接着陪他玩一会儿 享好多余的体力 但不要让他过度兴奋 最后 每晚睡前都说一句固定的告别语 比如 宝贝晚安 明天早上见 一个固定的睡前程序 不仅能帮孩子养成一个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 还能让他知道 下一步要干什么 心里会感到放松和安全 等到孩子再大一些 妈妈就要离开家回公司上班了 分离焦虑又成了新的难题 一般情况下 一岁到一岁半是孩子分离焦虑最严重的时期 因为此时的孩子刚刚迈入幼儿阶段 已经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于父母之外的个体 也渐渐明白了分离的含义 对安全感的需求让孩子不愿意与父母分离 继而产生焦虑的情绪和哭闹的表现 情感引导师教育并不提倡父母偷偷摸摸地离开 而要正面引导孩子理解分离的含义 还可以给孩子一个安抚玩具 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比如说妈妈要去上班了 孩子却抱着她的腿不松手 奶奶来劝也不听 这时候妈妈就可以采取情感引导的方法 把孩子最喜欢的玩具熊找出来 告诉孩子妈妈要去上班了 大概晚上七点就会回来 然后把玩具熊递给奶奶 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奶奶那儿去 最后和孩子正式道别 高高兴兴地离开 如果父母总是逃避孩子的诉求 偷偷地离开 孩子会担心父母随时消失 分离的焦虑会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请告诉孩子 同时也告诉自己 分离其实是一件人人都会经历的小事 这是克服分离焦虑的关键 一转眼孩子长大了 孩子两到三岁的时期 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期 也是情感引导正式开始的时期 一岁大的孩子还不能用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父母一般会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来应对孩子的情绪 而两到三岁的孩子 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 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时候父母就可以按照具体步骤 来实施情感引导 关于如何实施情感引导 作者给出了五个关键步骤 步骤一 提前让孩子知道 父母的要求是什么 比如你打算带孩子外出吃晚饭 在当天早上的时候 就可以告诉孩子这件事情 并且告诉他 在餐厅里不要到处跑 不要大声喧哗 提前让孩子知道应该怎么做 可以让他们更合作 步骤二 学会观察和判断孩子的行为 这时你要观察孩子在什么情况下 最容易闹情绪 又是哪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不满 步骤三 认真听取孩子的意见 这对情感引导至关重要 有些家长也声称 自己在聆听孩子的意见 但实际上 他们的注意力过于分散 一边应付孩子 一边还在做其他事情 并没有真正注意孩子在说什么 步骤四 体察并理解孩子的感受 当孩子情绪激动时 需要父母接受并回应他的感受 此时正是引导孩子的最好时机 比如孩子在餐厅里和其他的小朋友 玩闹时有矛盾了 哭着来找你 这时候父母要承认并接受他的情绪 并告诉孩子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你需要爸爸的帮助吗 通过父母的引导 孩子接触到了一个新的情感表达词汇 生气 孩子理解了 原来自己现在的内心感受 就叫做生气呀 只有理解了孩子的感受 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步骤五 对孩子保持同情 这里的同情可不是怜悯 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父母要真正地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帮助他们思考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看看 怎样具体实施情感引导 莉莉的小女儿叫萱萱 她正处在一个非常叛逆的时期 她对父母的任何要求的回答都是 不我不 尤其对洗澡这件事 萱萱特别抵触 于是莉莉实施了情感引导的五个步骤 首先她在晚餐的时候就提醒女儿 萱萱 晚餐以后你要洗澡咯 莉莉提前告诉女儿自己的要求 让萱萱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 就不会对突如其来的要求产生强烈抵触 晚饭过后 莉莉并没有急着带萱萱去洗澡 而是实施了情感引导的第二步 观察和判断 她注意到 萱萱正在开心地玩她的芭比娃娃 这时候直接提洗澡 肯定会让萱萱很抗拒 所以莉莉打算和萱萱聊一聊 莉莉对萱萱说 我知道你现在玩得很开心 不想去洗澡 换了事我也不想 但是我们不能脏兮兮地去睡觉 萱萱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萱萱说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要和芭比玩 我不洗澡 莉莉说 芭比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洗啊 萱萱说 不妈妈 芭比在她的房子里很高兴 她不想去看我洗澡 莉莉说 我明白了 芭比喜欢她的房子 可是她的浴缸在哪里啊 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萱萱说 芭比没有浴缸 如果我要洗澡 她也必须洗 莉莉说 也许我们可以给她做个浴缸 我们把芭比放在杯子里 就像你在浴缸里一样 好吗 萱萱一边高兴地朝着浴缸走去 一边说 好的 我要拿一个杯子 莉莉在萱萱不肯洗澡时 先观察她的行为 认真聆听她的想法 然后体察理解她的感受 并且对她的不情愿表示同情 最后帮助她想出和芭比娃娃一起洗澡的办法 萱萱自然就乖乖地配合了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单纯地执行情感引导的五个步骤 有时候并不能收获很好的效果 因为步骤是固定的 每个孩子的个性却是不同的 所以除了上面介绍的情感引导步骤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情感引导中 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 给孩子设定限度 两到三岁的孩子 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 但是心智还很不成熟 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不知道哪些事情能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情感引导式教育提倡家长 要设定合适的限度 对孩子进行约束 明确告诉他们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第二 给予孩子适当的决策权 研究表明 如果家长能够分享一部分决策权 孩子就会感受到 来自父母内心的重视和关注 自然也就更愿意和父母合作 而且经常参加家庭事务的决策 也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 第三 公共场所的情感引导 有些时候在一些公共场所 孩子情绪反而更容易波动 比如 孩子在超市里撒泼打滚 要求父母给买玩具 结果引来众人的围观 这时候父母不要认为 孩子给自己丢了脸 就训斥甚至打骂孩子 可以先把孩子带到没人的地方去 然后充分听取孩子的想法 再指出他的错误 并和他讨论解决的办法 经过了两到三岁的引导关键期 孩子就到了四到七岁这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亲密关系的巩固期 但是对于情感引导来说 却是一个挑战 因为随着孩子的成长 他们开始与这个复杂的世界 进行更深入的接触 他们会在幼儿园 游乐场等各种公共场合 遇到各种社交问题 这时 要求家长能够在面对不同状况时 进行恰当的情感引导 比如 孩子常常抱怨 处事总感觉有些悲观 举个例子 明明刚上小学 每天晚上做作业时 不是要喝水就是醒鼻涕 遇到有点难度的题目 就问父母怎么做 父母讲一点 他就写一点 自己也不动脑思考 经常磨蹭到后半夜 嘴里还不停地埋怨 老师留的作业太难了 太多了 自己根本做不完 抱怨是七到四岁孩子的普遍行为 引发抱怨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饿了 累了 烦了 或者孤独了 想要减少孩子抱怨的次数 关键是要找出规律 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首先要让孩子用正常的语气说话 其次 如果孩子恢复了正常的声调 就可以了解他的情绪和要求了 例如问他 是不是上课的时候 老师讲得太快了 你没有听懂呢 下次孩子再开始抱怨时 提醒他 应该正确表达意见 但没必要过多表扬他 再比如孩子比较专横 他们总是感觉自己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 所以常常很强势 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强行指挥别人 比如在游乐场里 小雅霸占了整个滑梯 她站在滑梯的入口 挡住了其他小朋友的路 还大声地喊道 这里只有我和爸爸妈妈能玩 你们不能玩 你们只能玩海洋球 边说边把身边的小朋友都推开 这种情况下 家长应该充分关注专横行为 并及时进行干预 首先要引导孩子要好好说话 提醒他 不友好的态度会伤害别人的感情 其次 鼓励孩子用恰当方式表达 让他知道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找大人 再者 父母可以去认识孩子的朋友们 熟知他们各自的性格 避免孩子性格不和的冲突发生 最后 当孩子和朋友发生矛盾时 给予同情和引导 如果孩子表现专横 先听听他的想法 同时告诉他 强硬的态度可能会导致的消极后果 比如 一些朋友不想和他玩 再比如 孩子太过害羞 他们常常会在公共场合 感到紧张缺少安全感 这时候呢 父母不要强迫孩子变得活泼外向 更不要强迫他们去与人交流 可以提前进行角色扮演游戏 模拟一些常见的社交场景 让孩子在遇到陌生人时 有一些心理准备 除此之外 孩子还会产生焦虑 较大的外界压力 或者生活环境的改变 都会让孩子产生焦虑的情绪 比如考试没考好 搬家 转学 甚至是小宠物的死亡 都有可能让孩子烦恼 焦虑上好一阵子 这时候 父母首先要允许孩子 存在焦虑的情绪 也要允许孩子哭泣 要让孩子明白 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即使是成年人 有时也会产生心理焦虑 然后进一步用倾听 来缓解孩子的焦虑不安的情绪 鼓励孩子用语言或者图画的方式 来宣泄心中的焦虑 最后你还发现 孩子变得爱说谎了 当你第一次听到孩子说谎的时候 会非常震惊 没准会感慨 跟谁学会了说谎 其实 没有必要这么恐慌 学龄前儿童说谎 或者编造故事 是很常见的现象 因为他们沉浸在 奇妙的幻想世界里 而且还不能清楚地 分辨是与非 针对孩子的说谎问题 家长应该先给孩子解释 现实和幻想的区别 然后明确界定 什么是真话 和什么是假话 还要告诉他们 不论在家和在外 都要诚实 最后要让孩子知道 除了说谎 还有别的解决方法 例如向大人寻求帮助 好 以上我们就讲完了 第二个问题 在孩子的不同年龄段 如何实施情感引导式教育 在婴儿时期 父母们要给小婴儿 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成长环境 建立起最初的亲密关系 为下一步的情感引导 做好准备 在孩子两到三岁时 父母们可以开始实施 情感引导式教育 让父母和孩子间的亲密关系 得到发展和持续 在孩子四到七岁时 父母们面对孩子不同的问题 要采取不同的引导手段 让亲密关系得到不断巩固 好 今天的内容讲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情感引导式教育 就是要求父母 摆脱传统育儿中的误区 掌握情感引导式教育的真谛 在孩子不同的成长时期 给予关爱 引导孩子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 让孩子学会 在父母的帮助下 自己解决问题 常有人说 育儿就是育自己 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我们是孩子 我们也会希望 自己在一个充满关怀 和引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也会希望 自己和父母的关系 是亲密无间的 那么 你不妨试试 情感引导式教育 结合自身实际 探索和改进自己的育儿方法 即 成为孩子最好的玩具 也做好孩子人生的引路人 好 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有关系 我 也就是 宰难